欧美疫情逐步解封 全球最具有消费力的5亿人闷坏了 未来会加倍奉还 还会写拼什么 而有哪一些的解封产业跟概念股 将会优先的受费 另外江江老师今天将会加买彩蛋 告诉你10档跌身的电子股 有机会带领台股 报复性反弹 绝对不能错过 股市人炒店标股在里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施韦 今天星期五呢 我们加码要来送上的是史努比 要来欢迎的是史努比的主人 江江江江江江江国中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江 老师解封之后啊 你最想要去哪里呢 当然是最想出国了 赶快去日本去雪冰 压抑太久了 那你买什么 买什么 买它 买它买史努比 所以今天这只史努比很可爱哦 它是cosplay的 假装是兔子的史努比 我从小收集史努比收集到现在 超可爱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今天江国中老师 要带给大家的主题呢 来聊到的是哦 台股反弹就看它了 这10档电子股 你绝对不能错过 另外在欧美解封之后呢 报复性的概念消费股 有哪一些呢 江国中老师来告诉你 好 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部分 今天台股呢 在一开盘呢 就冲高来到了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一点 今天呢 在平盘之上呢 起伏 但今天最终呢 是上涨了两百五十九点 收在了一万六千三百零二点 不仅呢 守住了万六的关卡 同时也收复了十日线 今天涨幅是百分之一点六二 上涨了两百五十九点 成交量呢 则是维持在四千两百九十七亿 依旧是没有攀升到五千亿 另外贵买指数的部分 今天呢也是上涨了百分之一点九六 成交量则是维持在五百一十二亿 三大法人买卖超的部分 今天外资 跟昨天不一样了 今天是买超哦 今天法人呢 今天外资呢 是买超了一百七十四亿 而投信呢在结束了连十一买之后 昨天卖 今天投信也是卖的 连续卖了两天 那三大法人合计 买卖超呢 是买超了一百七十一亿 好看到这边呢 要来请教一下张国中老师了 是是 老师看到这里 我们现在呢算是在反弹的最高点吗 还是下个礼拜有望 可以继续的直冲万七呢 好的我想最近这个台北股市呢 可以用三句名言来做形容 当利空出来之后呢 在悲观中落底了 对礼拜一非常悲观 见到低点对不对 然后呢在怀疑中上涨了 所以现在呢等待什么 等待他确认了讯号 我认为股市有机会变成全民抢股票 我是用稍微比较这个 这个夸张的形容词啦 但是我认为确实有这样的机会 老师这个礼拜台股就上涨了 475点了 其实还蛮不错的 是其实从低点 本周月的低点算起来呢 涨了1000多点 好我们来看这个K线图 我们的节目请各位持续锁定 因为你看哦 我跟各位分享的什么 双线战法有没有 MA3 MA5 站上坐多跌破休息 好投资朋友你看哦 你说这是从三月底 三月底以来有两次站上 16200站上双线的 再跟各位重复一次 尤其是这个新粉丝 我讲的这个双线呢 是MA短线的战法 三日线跟五日线 对 MA3跟MA5 两条线站上为多跌破休息 站上坐多跌破休息 你看这一波 台北股市为什么跌那么惨 股价要跌之前它会先破线 就是口诀要会变成修正坡 之前它会破线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 它破了17600 它破了17700 17000是不是往下坠落 坠落之后呢 本周二站上了三五均线 双线站上为多 所以现在是什么 是在怀疑中上涨 在确诊数字是不是持续的攀升 我说这个是矫乘鸡单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确诊数很多对不对 它是因为五月初的时候 国人不知道有这个病毒 疏于防范 没有戴口罩啊 造成现在的数字有点扩大 可是台湾呢真的很棒对不对 全民自动的这个封城啊 我们也停课啦 也停止了这个外国人的路径啊 我相信这个数字下礼拜 会更好一些些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双线站法 它只要两条均线没有做跌破 我认为还有持续上涨的空间 所以下礼拜有一线希望 老师因为站上了三日线跟五日线 对因为我认为下礼拜的 关键在下礼拜的确诊数字 有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那当然这个翌日会有所谓什么 这个压力啦 这个疫情数字的压力 但是我认为下礼拜应该会 渐渐的变好 好那接下来江江老师要来带 我们看到的下一张图是 OK这是长天期的均线 我们上礼拜有跟各位分享过了 这一次的本土疫情跟去年的结构 是不一样的 去年是跌破所有均线 半年线年线跌破肯定是空头啊 可是今年呢这一上礼拜的下沙呢 它没有碰触到年线 半年线稍微跌破之后又站上 现在差什么 在怀疑中上涨 很明确本周就是很标准的课程 在怀疑中上涨 在悲观中落底了 在怀疑中上涨 现在等什么 等那个因子 它能够什么样的利多呢 或者说利空出境呢 能够突破近线在16533 突破约线在16703 我认为是会有机会的 为什么 我们看底下的 我特别写的这个防疫股 去年全球疫情发生的时候呢 恒大口罩股有没有 要涨8倍 一直涨一直涨 大家买不到口罩啊 今年呢涨的幅度 已经全部跌完了 它从94涨到119 今天说本来是92 有没有说 有说这个股票 不只是这个口罩股 包括这个台康生啊 高端疫苗 还有这个清洁用品的毛宝 有没有 都涨个几天而已 涨几天之后呢 股价全部都被吃掉 回落的速度是蛮大的 代表什么意思 市场的聪明资金 它没有往这个方向 做大力的进驻 钱会说话 聪明的资金会说话 也就是说这个它可能就暗示了 我刚刚所说的成绩单 这个礼拜国人非常努力去 协助政府去对抗这个疫情 的成绩单 下礼拜会出来 我认为数字会稍微做减缓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可能会有利出现什么 出现筹码大换手 每一次的大力空或大力多 都是中长期筹码大换手的关键时刻 你看这个礼拜一融资狂砍 砍出了创历史新高大量的融资的 余额的融资的减幅 结果呢没有继续大跌啊 所以我认为有机会利空出境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下礼拜观察16533跟16703 何时站稳了 希望一定要赶快站上这个月线跟季线 这是好消息 因为也要双线站多站上 另外老师要来看到是美国的倒重指数的部分 老师来帮我们看一下美股 这个美股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可大了 我们来看这个道琼的K线图 站上了季线 季线没有跌破 站上季线等什么 等月线你看哦 他昨天说34084 如果能够突破34147 其实距离一点点一点点而已 他双线又反多了 又重新回到多头的攻击 这是最强的 道琼原本就是最强 最强者很强 那弱的有没有转强呢 来看一下下一张 对来看费城半导体 最近跌最凶的就是费城半导体 跟我们台北股市的电子股 好那现在重新站上月线哦 他昨天说3066 差季线差10点好不好 只有10点 再长10点双线又反多 头头你看这个图 一旦双线反多 站上所有均线 代表他又重新回到多头的攻击 这是一个会牵动台湾 给台湾正向地量的一个指标 费城半导体 另外看那是那时达克之数 那时达克也是跟电子股息息相关 对不对 对 一样昨天是站上了季线 生命线重新翻多 好事情一件 剩什么 剩这个月线 月线在13636 昨天收13535 差101点 再涨101点 他也能够双线反多 那为什么各位谈这个美国股市呢 我们看下降的字卡 我们现在再跟各位讲这个台湾的疫情的发展好了 其实我认为不用担心 台湾有太多的成功案例 其实台湾很幸运 虽然疫情很不幸爆发了 但是不幸中的大幸事 我们有好多的成功的经验 可以做模仿 可以来做学习了 包含的AZ疫苗已经到了台湾了 接下来美国的莫德纳疫苗 也有机会可以到货 另外还有我们渴望的是7月的时候呢 台湾也可以打得到国产疫苗的出炉上市 到最后呢 疫情如果可以在第四季出的时候 顺利的解除警报那是最好的 看到的是还有美国跟欧洲的部分 也是江江老师帮大家做的整理 OK好 你看疫苗这么重要 疫苗太重要了 欧美的因为打了全民打了疫苗呢 你看现在英国已经在本周 开放的室内群聚 美国5月19号解除了室内的群聚 最厉害是什么 7月1号以后 他们可能外出不用戴口罩 只要有打过疫苗不用戴口罩 这会发生什么样的关键性影响 消费会增加 消费会增很多 那特别是讯息什么 欧盟有27个国家 他们严领让美国有打过疫苗的公民呢 可以到欧洲去游玩的 好羡慕 我也好想出国 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产生呢 报复性的消费 所以我认为就是下半年 群聚经济有可能展开真正的多头的发展 我认为很重要 不要错过哦 因为等会江江老师要来告诉你 报复性的消费的概念股 有哪一些江江老师来跟你说 另外来看到的是台湾的经济 真的是世界第一 好 头中央不要因为股市下跌而恐慌 不要因为疫情冲击你的心理 把股票卖光光 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好你看今年哦 今年第一季的全上市公司上规公司 加总合起来 第一季的获利是9868亿元 但第一季其实应该是淡季 第一季是传统的淡季 可是这个淡季中这个数字呢 竟然超越去年第四季的旺季 7,648亿元 这是个全球很难以想象 惊人的获利的数字 股市中企业的获利 绝对是可以支持股价 正向发展的最大的这个因子 这个特别重要 而且我们各个会讲 原本在17,700点台北股市 本益比可能被高估了 估值了太高了之后呢 经过这2,500点的下跌 本益比来到什么 历史的区间的下源了 这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好机会 15倍 对我们走基本面出发的人呢 是这样子的看法 好 另外还有融资余额呢 减幅了大幅的减幅了21.7% 那还有大盘的跌幅14.4% 融资余额的减幅也是大于大盘的跌幅 对这也是我刚刚所说的 重大特殊利空情况之下 是中长期筹码有机会大换手的关键时间 如果没有这次的疫情 融资不可能卖那么多 筹码无法得以换手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中长期 非常关键的点位 好 另外不要忘记了台湾是出口导向的 要来看到的是老师帮我们整理的 未来台湾经济的展望 好的 这是台湾股市最近有疫情 疫情的影响会冲击内需 那冲击内需的情况之下呢 可是台北股市没有崩 只有一次性的反应 这个心里面的利空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出口导向 我们有美国这么厉害的经济体 你看他们S&P500企业手机获利 比预期是24%的成长 出来的数字是51% 这个对小国可能没什么影响 美国是超级大国啊 这影响性是很大 而且不只是第一Q1很好哦 Q2 Q3下半年继续的往上修 所以我认为美国经济的表现非常好 有助于我们台湾出口的导向 是很大的支撑力道 而且他们即将解封 几乎是100%的解封之后 我想那个消费力会更强 对台北股市会有更扎实的抑注才对 好台湾的经济呢真的是世界第一哦 包含我们今年第一季的淡季呢 表现比去年第四季的旺季还要来得好 再加上呢整个股市呢 其实已经做了适当幅度的一个修正了 还有刚刚老师有讲到的是呢 在现在呢美国的这个股市哦 还有经济呢好转 也有助于台湾后续的一个表现 所以以上呢是利多的消息 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等会呢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报复性反弹的概念股 你绝对不要错过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 独家标股在哪里 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每次都有产业独家消息的江国中老师 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 绝对不能错过的跌深的电子股 即将要反弹了 这十档的基优股 江国中老师要来告诉你 还有接下来呢 在欧美解封之后呢 报复性的消费即将要来了 有哪一些的概念股 你绝对不能错过呢 我们有请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说 好的我想这个台北股市呢 最近电子股修正的很凶 幅度很大 跌四成五成的比比皆是 好为什么股价会跌那么凶呢 电子overbooking的 这个宜云市起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市场的解读出现 很大的错误 我打个比方说上游的晶圆台积电 联电确实是很满 目前确认是很满 满到明年这是没有疑虑的 那IC设计为什么跌幅这么凶呢 我要跟各位说 就说之前比方说产能缺的时候呢 下游原本跟IC设计要的 这个产能呢是100K 可是因为晶圆代工真的是很满 它无法给100K 他只能给30K左右对不对 他时间久了之后呢 他下游厂商还是跟他 跟他IC设计要这个产能啊 你到底有没有货给我 没有 就是没有 因为产能真的很缺 那怎么办呢 我原本要的这么多好吧 那厂商就说啦 我原本下100K的订单 那我稍微减一下好了 减到70左右 如果你下半年你有产能的话 你告诉我 我再重新做下订 结果呢就是因为这样 持续很缺 他还是拿不到货 但是就是因为 因为时间盼顶太久之后呢 他会稍微做一下产品配置的调整 原本100K的订单 稍微降一下降成70K 就被市场解除什么 解除overbooking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产能实在是很紧 目前我们去园区打听的讯息 真的都还是很紧 好了overbooking的移云四起之后呢 所以不需要担心 对我认为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它的 因为最近它股价跌嘛 市场的反应是很现实的 当股价跌下来之后呢 然后呢 传产再涨 航运再涨 然后就有吸睛的效果对不对 然后变成电子类股的 鱼池的水啊 变少之后呢 变成股价 比较少人去玩了 比较少人去做操作 变成一个双重的利空 让股价打下来 但是我们目前打听的讯息 待会我会讲这个 很多的IC设计 说讯息我们确认还是非常之满 至少到今年Q4之前 都还是很满 订单都还很满的情况之下 公不应求 而且还有继续涨价的讯息的支持之下 我们认为在股价打下来之后呢 待会我注意看现行哦 都是长天级均线 回股价经过这个利空的习级 清筹码之后 回测长天级均线 我们认为投资票 如果你愿意不要做短线 比方说你不是这种 今天买啊 两天后赚5%你就要走的人 愿意做中长期价值型投资的 我认为这些电子股 底型非常之好 因为都是回测长天级均线 我认为会有很大很大的 中线的爆发力 所谓中线可能是两个月跟三个月 好 所以呢 如果您可以做这个 中长期的布局的话呢 请千万不要错过这些 跌深的电子股 因为它未来呢 暴富性反弹的力道 可能会非常的大 我来看一下江江老师 在帮大家独家挑选的 这十支的电子股的部分 第一支是华邦电 好 这个也是记忆体的龙头 你看哦 它回测到均线 纪线有跌破 第一条是纪线 纪线跌破之后呢 目前在半年线一线的首吻 股价整理之后 看底下的KD值 K值80以上叫做超买 买过头的意思 市场买过头股价容易回落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股价在低档形成金差 黄金交叉K值金差 好 我有一个概念 跟各位做分享 K值80以上叫做超买 散户买过头主力会出货 如果K值在低档呢 20以下金差呢 超卖 散户卖 因为跌恐慌 利空来了 散户卖过头 对 市委讲得很好 卖过头 卖过头了 主力会低接 那就我们赶快去接啦 对 所以我认为 就是愿意 股价 maybe 你因为它还在低档 外面的量还没有来 所以maybe会在盘一阵子 所以我说了 这个不是给你做低档的 回测半年线的股票 不要浪费啦 不要浪费做短线 我认为会有中线的波段 这是华邦店 所以华邦店 现在已经回测季线 而且它的KD值 已经到了20之下了 是一个还蛮好 值得布局的时候 好 下一档是天域 哦 驱动IC 大家最瞩目的各种 对这个是天域 这是鸿海的子公司 我们这个电动车的部分 听说传闻小道消息 有下半年会有很大的订单 然后你看到这一波 季线有跌破 但是半年线没有碰触到 那更何况是年线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档股票 在低档里面 中长期的均线在下档 形成cover支撑了 然后均线是往上走的 中长期的趋势 还有助长的态势的存在 所以那些等它逐出一个什么 类似双底啊 双脚的部分 然后下一次你注意看哦 去观察未来一到两个礼拜 它如果能够站稳季线 那底型会更漂亮 所以我认为这是给观察 跌深的 跌太深的 四月营收创新高 今年的前四个月的获利 超越去年跟前年 两年的总和这种股票 我认为这个太委屈 好 天域还没有爬上季线 但现在呢就是大家 可以赶快来布局的时候了 好 下一党呢是跟天域 有良性竞争的敦泰 对 你看哦 很明显对不对 天域没有 还没站上季线 但敦泰站上去了 比他姿态更强 敦泰可以先观察是否先攻 这是两相比较之下 目前看起来现行是 敦泰的现行比天域好了很多 下一党我们看到的是景硕 景硕是均线在横距间 盘整的状态 因为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呢 在涨200多点的情况之下呢 PCB有起来 所以它是一个中期 比较稳定的公司 所以我们也把它列出来 同样它必须突破97块钱 你看左边的线图 上一次回了73 后来呢重新站回季线 是一波的攻击 走123或走ABC的攻击坡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可以值得去留意 何时它能够站上季线 PCB厂的景硕正努力的 要立功季线了 下一档呢我们看到的是群创 这也是大家很瞩目的 对群创本周被 有点被外资玩坏掉了 礼拜三礼拜二大买礼拜三大买 礼拜四礼拜五狂出 造成什么股价的回落 可是今年的这个本益比还是很低啊 只有四倍五倍六倍啊 如果用古代净值比来看的话 它还是很低啊 所以目前它的这个 我其实我认为面板 也是疫情后疫情时代 会很受惠的产业 所以目前还是持正向的看法 目前在盘底 盘底之后不管是打两只脚三只脚 我认为下一次突破礼拜三的高点 大概在33块钱左右 我认为会有一波的攻击 老师所以在友达群创跟彩晶方面 你选择的是群创来讲 是不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超卖区了 对其实三档股票 大哥二哥这个小弟 都是一样均线都结构都差不多 那因为群创是比较具代表性 我们把它提出来跟各位做分享 KD有没有 K值在低档金差 你看这个K线 从12块涨到32块钱 没有这次利空 K值不可能来到这么低档区 不可能进入超卖区 所以我认为现在做电子股 不要做短太浪费了 好好去选择经过长期修正后 接近中长天级的均线 下一次突破之后呢 它不是涨三天啊 它不是涨五天啊 它可能是涨三个月的多头 所以我认为那个空间 那波段性是蛮足够的 可以好好的来做观察 好 下一档是大哥大联发科 这个联发科 联发科昨天也是被外资 扫到台风尾 调降它的目标价 所以我们待会再跟联勇一起说 都说是不对称的讯息 他把它知道的讯息 只拿利空跟你讲 利多没有跟你讲 就故意把它调降 我认为是恶劣的行为 老师我们要不要等到 它站上纪线之后再做布局啊 对 资金大的我认为 可以先卡位一点点 我是认为可以卡位一点点 它本益比赛太低太低了 好 下一档是伪权店 伪权店是MCU的龙头 这档我是认为在MCU里面 回测最深 现行最漂亮的 它或许也是跟其他的电子股一样 还是要等什么 等成交量能 等这个市场动能的溢柱 才会做喷发 可是我认为 以今年MCU的展望来看的话 它也是估值太过于偏低了 股价基本面没有改变 从92块钱回落到60块钱 跌了三四成 我认为等它主体完毕之后 我认为有机会展开一波的攻击 下一档是点续 这个点续呢 跟也是这个股本稍微小一点点 它也是非常棒的股票 这也是做控制IC的 都是IC相关 同样它没有跌破长天级的均线 半年线连碰都没有碰到 季线有跌破耐心等盘底 你看这个形态 159跌到80几块钱 ABC 标准ABC 你看左边12345 好投注你看哦 12345ABC之后 未来一旦多头发动 有可能是下一波的12345波啊 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十档股票呢 做中长期的观察 不要太浪费了 不要做短线 OK 下一档我们来看到的是正达 好这个是跟面板相关的 做一个3D玻璃的 一样我们也认为是在半年线附近 开始做足底有没有 2467天 7天足底之后 看是不是能够突破颈线 颈线的位置大概在33块钱 能够做突破的话 再占我的季线37块钱左右 我认为也会有一波喷发 这是3D玻璃的正打 还有九阳 这个九阳是神工吗 今天很厉害啊 今天涨停板 对 投注了 这是很标准的什么 它具有什么标股基因 那是九阳是做什么的 它是一样是做IC类的 对 它从你看前一波 这什么叫标股基因 它前面过去的历史记录很好 它不涨就不涨 那一涨21块钱涨到78 它具有标股基因 那经过回头之后呢 又回到半年线附近 那今天是涨停板 一个切线切下来 78块4以来的压力线呢 今天被突破 突破等什么等季线 季线在46块2能够做突破 所有均线又站上啦 它过去的标股基因 能不能再重演一次呢 相当值得期待的我觉得 好 以上这10党的 跌身的电子股呢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 哇 欧美即将解封了 我也好想去购物买衣服啊 报复性的消费股来了 有请江江老师做介绍 是的 OK 好 我们最新掌握的这个讯息 其实说欧美即将解封 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 欧盟的27国有可能会 目前的眼影当中 会让美国人出国有打疫苗的 出国去旅行呢 好 我们去统计哦 其实我们看 先跟各位讲个前提好了 最近的这个之前我们没有 我们国家没有疫情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觉得欧美人 欧洲人毫无可怜 法国封城的封城 染疫的人数很多 可是就他们打完疫苗之后 德国股市这礼拜创历史新高 天啊 历史新高 OK 然后呢法国也是 也是股价今天涨了14% 就是说以他们解封的速度 来看的话我们去评估 那些有打过疫苗的人 跟欧洲跟美国加起来 有消费能力 可以出去消费的人 可能有5亿人 这5亿人如果出来买东西 那个力量可能会非常的强劲 事实上我们从美国的数字 4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字 创新高的情况之下 它其中呢 他们这个消费的额度呢 是6199亿美金 其中你知道吗 700个percent的成长在服事业 就是说你看哦 你把我关那么久 终于可以放我出去 我要出来购物 我要出来黑皮一下 所以你要去思考 美国人被关很久解封之后 出去会不会买你手机 会啊 买手机应该不会吧 不会不会 对啊不会买手机 他不会买这个 买这个比例行电脑 整合水水啊 马上要出去晚了对不对 而且不用戴狗招 对对对 而且今年4月份 4月份酝酿中哦 酝酿中哦 他们的服事的销售的成长 涨了700% 对不对 700个percent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 美国的GDP啊 7成来自于内需 那内需的部分有4成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零售的销售 所以从这个零售销售的数字来看呢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商机 所以江江老师要来听我们介绍 这四档跟衣服相关的个股 纺织股的部分 来看到这四档个股呢 分别是立鹏 吉胜 宏毅以及宜晋 好那最近的纺织股 确实有接棒 接谁的棒呢 接着钢铁接着航运 目前走势蛮强劲的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它的K线图 我们可以加快一下速度了 好的OK这个是纺织 纺织先看营收 确实这不是捏造 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的解封之后 我们去砂盘推演 他们未来不是一个月 是解封之后持续性的消费 确实对这个仿制业会很大的挹注 四月营收也出来啦 这个立鹏 吉胜 宏毅跟宜晋 这四档股票呢 四月营收都是上位数 都是上位数以上 都超过百分之百 尤其是宏毅是467%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所以我认为可以稍好留意 我们来看K线 好 这次立鹏 目前长天级均纠结了 月线站上等待季线 季线目前的价格 这个是在目前报价是11.65 压力在12.9 我们取准出13块钱 13块能够守稳 能够突破的话 然后呢均线就全部都站上啦 一档股票会成为多头 一定要所有均线都站上 记好啊 所有均线站上的才是符合 主身段多头攻击的股票 好 看到的是吉胜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档吉胜 这就很标准了 有没有 昨天所有均线站上 今天马上表态 代表什么意思 市场认同 这个股票是能用钱去堆出来的 他能够昨天红K今天跳空开高之后 洗洗又往上拉涨停板 那个实质性的买盘 我认为是很强劲的 这是一个当作指标 如果红吉胜未来能够创新高 24块8能够做突破 那纺织股会有一个族群的效应 好 红翼 红翼也是 均线今天全部都站上 我认为可以好留意的 好 下一档的最后是看到的是一进 差一点点了 季线在18 这个压力在18.3 18.3能够做突破 我相信也会有所有均线 经过修正后重新纠结 往上的地道 接下来看到网友QA的问题 第一题要来问到的是 有关于长榮跟阳明 当中占比都超过70% 老师还适合长期拥有吗 好 我们直接看图 我直接把他的股价净值比的 高档跟下源列出来 目前股价很强势 来到这个区间的中间 所以逼近上源没有 不可以追 我们认为你要做长期投资 拜托等股价净值比稍微低一点 我认为那才会比较安全 当中量很大 很容易都被扒 长榮是如此 我们看下一档 杨明他也是如此 我们认为区间四支 目前卡在中间 所以他可以做短线 我认为长期投资不太适合 好 下一题网友问到的是呢 因为美系外资一口气下修了 16岛半导体的族群 那手中的半导体股 应该续报吗 我觉得这个新闻太夸张了 真的太夸张了 所以我是产业记者出身 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接受 我们讲这个群联 我们把群联的K线 群联 不是 3.34的联勇 我们把联勇的K线调出来 我们看昨天的外资降频 是什么原因 他说他的手机销售下降 或说他的NB库存往上增加 造成他的未来的展望不好 股价从777的目标价 修到414 我认为太夸张了 为什么 这个联发科的笔电的部分 CPU 订单跟出货比是3比1 那怎么会有库存增加的事情呢 另外这件事情是说 手机销售下降 那是因为台积电联电 在产能的调整 原本苹果的手机 第4月份 3 4月就是淡季 本原本出货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把他说认为他的销售的数字 往下降了很多 他们稍微降一点是 因为主要还是要缺料 缺料缺了太多的情况之下 订单还是很满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解读 是完全失误的 完全错误的 而且很夸张 他的联勇呢 昨天外资降频之后呢 反而买超了 同一家券商竟然买超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被 价值非常被低估 以目前产能很满 满到Q4 如果我们掌握的讯息 然后涨价还是会持续的延烧 所以我们认为 你看我做的这个K线图 下方是超卖区 好不好 前一次超卖区股价非常之低啊 你终于等到这个利空出来之后呢 超卖区来了 我们重复一次 超卖的口诀 赏户因为利空 因为下跌倒不掉了 卖卖卖卖卖卖 卖到什么 卖到赏户卖过头 我认为主力在做低接 所以我认为 这个股票严重的被误杀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 在半年线附近 是中长期的买点 这是联勇 另外呢 进入超卖区的部分呢 还有另外其他的体制的个股 但我们先讲详售好了 没关系 先来讲详售 老师是要跟我们讲详售 对 详售也是 之前跟连勇的事件是一样 他因为受世纪的事件影响呢 他产能他的销售确实会 订单会少了5到10% 可是投资票少5到10% 其他市场可以慢慢的补足啊 那股价跌幅相当之凶 2000块跌到1000块钱 你看哦 利空利空利空出去之后 KD有没有 在低档超卖之后 股价涨了200块钱 这是个模式 所以我认为连勇 昨天被调降股价中错之后呢 他的位置就跟没有涨的 降错的位置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认为 不要去太在意外资的两面手法 这边讲说我调降 因为你哪里不好 哪里有缺陷 然后呢这边反手买超 我认为这个市场是 这个讯息是非常不对称的 好 另外最后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瑞玉也是超卖的 还有下一档呢 我们要看到的问题是 有网友问说 最近呢爱之卫 莲华石 卫王泰山 这一些的食品股表现不错 可以买吗 我们直接看K线图 所有的股价 适不适合做投资 K线会说话 他会透过均线告诉你 我OK 很明显泰山他告诉你什么 我跌破均线 我不太OK 所以我认为 这样的解读 我相信对投资朋友 会比较有帮助 那爱之卫呢 它确实是 之前很强势 可是你现在去买 是不是太高了 你已经错过了七张点 所以我们认为 还是往电子股被误杀的 被挫杀的电子股 好好选个区间 做分币布局 然后报个两三个月 我认为下半年电子股 会有很多很大的 发展的机会 谢谢江江老师呢 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股市和桥店的话 请帮我们在YouTube的频道上面呢 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当然绝对不能错过的是 可以加入江江老师的Liant 跟Telegram 随时跟江国中分析师 一起来做交流跟互动 我们也非常谢谢江国中分析师 谢谢 谢谢老师拜拜 Commonwealt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